谈谈下个星期的六中全会 就是下个星期一至四在北京召开 汇丰早前发了报告 说今次的六中全会 其实大家应该很关注 因为他的消息 其实比联储局减买债的消息更加关键 他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 觉得如果有政策的配合之下 预测明年内地经济增长会反达到5.6% 还有历尼港股在第六次和第七次会议之间 都有好表现的 Thomas 你认不认同他这个看法呢? 你觉得最终这次如是会有什么政策出台? 其实六中全会很多时候谈谈的时候 都是内地的一个方向性的提议 所以就变成了 譬如可能是关于刚刚建国的时候 那一个六中全会是谈谈什么路线 最终就是谈向了走社会主义的路线 另外80年代的时候 比较关键一些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 就是由毛泽东的思想 转到邓小平的思想 这两次六中全会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以至到六中全会的定势方面来看的时候 都是要看回到 到底未来中国会走一个怎么样的路线来走 就是说 现在倾向上来说 有两种的考虑 第一个就是沿用之前的路线的时候 一直是倾向走经济上 如何提速的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从一个质量上 作为一个考虑 所以倾向上去提议的时候 可能这次六中全会去说的时候 都是着重经济 如何在一个质量上去做一个发展 所以你说针对一些板块来着墨的时候 可能这次未必会说这么多 但是如果倾向有一些刺激经济的内容 来到有广度的时候 也会对应一些银行股 或者一些零售股 倾向上方面来说 都会有一个受惠的作用 你刚才也说到 比如说有一些政策方面 如果利好的话 就是银行和零售 这次六中全会概念 你觉得是看得好的 为什么呢? 可以解读多一点点? 如果真的会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 我想市场就会衷劲 再次有一个降准的状况 再次在经济体系里面 释放资金出来 所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 对于刺激经济 都没有一些相关的消息 所以一有相关的消息出的时候 变成倾向比较多的资金 便会流入到一些银行股 因为刺激经济的时候 资金多了 倾向上来说 也会多了一些借贷活动 这个对于银行也会受惠 另外刺激经济的时候 国民的消费信心 也会比较强 所以对应一些零售股 倾向利好 你觉得方向上 譬如说现在 今天都可以考虑吸纳 譬如银行股 或者零售股 这个考虑来说 如果六中全会 完全没有说过一些刺激经济措施 相对上近行股来说 可能继续维持偏向比较淡静的状况 所以你说不介意 可能入货后 都官网一两个礼拜 其实现水平吸纳 风险就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说 对于一些短线部署的投资者 可能就是几天就要沽货 可能银行股 就未必是一个那么适合的部署